大家好,我是影音極品主編劉宇雲 我手頭這一張就是 AVF 2019極品天賴的頭版CD 大家對這張調是不是很有興趣呢 下面我就邀請了製作這張碟的 母帶後期總監Kent Poon先生 為我們分享一下當中的心得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t Poon 我是《芳樂音響》的負責人 但我身兼數職包括錄音師 運音、母帶製作、唱片、監製 我還有一些學術的音響研究在後面 希望未來我多時間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次這張碟其實真的很精彩 因為在一齊發燒的音響展大碟裏 希望包含了不同種類的音樂 包括古典音樂、爵士音樂、流行音樂 也希望有中西合璧 即是有外國的音樂 也有本地的音樂 所以這次這張碟 整個碟的時間 如果我來看的話 應該有超過了一個小時 應該是六十三四分鐘的曲目 有十四首歌 所以會是很精彩的唱片 希望大家會支持和喜歡 其實這次這張唱片 不是只有我一個功錄 我其中有份 去把某些我覺得好的歌曲 加入這張碟裏 但除此之外 其實有其他單位 都很樂意幫忙 可以拿出一些很珍貴的錄音 或者很好的錄音出來 包括有Firebird 即是火鳥 古典錄音的音樂 這是很爆棚的音樂 所以在我的編排 我覺得Hifi碟去到某個層次 一定會聽古典音樂 所以這些這麼爆棚的歌曲 我們就爆在第一首歌裡 然後第二首歌裡 可能轉為一個 大家都會很熟悉的 一首歌 叫做Hotel of California 但這個版本 不是大家想到的Hotel of California 所以到時大家聽聽 有什麼不同 就會知道編排上的特點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 包括了一些 我自己製作的 爵士大碟的歌曲 亦都有一些本地的音樂人 這次第一次合作 自己會覺得很有新鮮感 因為我從來未接觸過 發燒碟的東西 還有對於可能 比較喜歡在音響 玩音響的人 會可以介紹自己的歌 我覺得我自己 是什麼都想嘗試的 我的心到底飄到哪裏 你的愛 已經不在這裏 你到底在哪裏 我們不是所好 要一起旅行 那個難度的挑戰 就是要一踢過 因為可能你平時唱Live OK的 我也可以一踢過 但是錄出來是永遠 別人聽著你那個版本 都有一些挑戰 有一些本地的音樂人 的歌曲 是從來沒有出現在任何的唱片 這次因為是一張Hifi的紀念碟 所以他們就願意把他們的歌曲拿出來用 大家好 我是崔展虹 我是一個吉他手 我現在比較專注的工作 大部份時間都是劇場和電影的原廠音樂 我很幸運地可以請到 CAN Poon Rock我一隻 第一隻個人大碟 做這個舞台的處理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錄音的質素方面 很坦白說 我做每一個我的唱片製作 都有這個方針 方針就是越少改動 原本的錄音的方向為之重點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有很多時候會有它的矛盾 為什麼有矛盾 特別是雜錦碟 這種叫做Combination的碟 因為這些碟裡面 包含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歌曲 它有一些古典的樂章 也有一些流行樂章 而它們的動態的範圍 動動或者它們的頻率 其實是很自然地很參差的 所以我做這些碟的方針 就是在最少可以調整的情況下 而將它們做到一些平衡 希望和歌曲裡面和歌曲之間 朋友去聽這個碟的時間 覺得它們好像是一張完整的唱片的感覺 但是同時間 我又希望不會改動唱片的特質 其實我負責的部分 都是HQCD的部分 兩個都是同一間廠的方式做法 但是它們分了不同的等級的壓碟 所以突然之間就會多了一個 不同的壓碟的方法出來 大家是有興趣的 可以兩張都擁有 然後去比較一下 看看會不會聽到哪一張好過另外那張 但兩個碟的原裝本身的舞帶 都是同一份舞帶 其實我從2009年 從HQCD開始 今年剛剛標籤到10周年 這10年我做的CD 我都會提議我的客戶 去日本這間公司 HQCD 因為這種方式 我覺得在壓碟的歷史裏面 其實現在壓碟已經不是那麼流行的東西 現在很多都是靠網絡上傳送的方式 而大家也可以想到 一張CD其實只有700M的容量 如果用手機傳送的話 可能幾分鐘就會全傳 但是你放一張光碟 在光碟機上播放的時候 以不用電腦的形式去找鬼拿出來 是純粹直接播放的 那麼那個碟的物質 或者是它的壓碟技術 是的確對你的播放上有影響的 所以這些 以我的經驗這麼多年來講 我過去10年 我都會用 只是用同一間公司 就是日本這間HQCD公司 所以這次碟 我也都覺得很榮幸 就是大會會樂意使用 為什麼要去到日本印碟呢 而日本印碟 你一定要有一些 它的要求上的東西 是特別高規格的 包括了成本 因為你日本印碟 你印完碟 你又一定要空運回到香港 那麼這些的過程 都是增加了很多成本 全部的後期製作裡面來講 都是用WISE的器材 這個某個程度上 好像賣廣告一樣 因為我是WISE的 全亞洲的代表 但是如果我們講一些歷史 剛才我說這間押接創 是我用了10年 我用WISE的器材 去做這個後期製作 我是用了25年 所以變成25年前 我已經賣這些器材去應用 很特別的是 我們經常都說 數碼的東西 是一天千里的 但是25年之後 他們在市場上 仍然是最頂班的 一些沒有大級的製作方式 他們的特點是 他們不會影響到 原本的錄音的質素 其實我覺得做Hifi唱片 最重要的是 原本的錄音 它能夠保持到幾大的動態 我們在後期製作上 是想保持那個動態 它原本的錄音 能夠製作到幾仔細的資訊 我們亦都想保持這件事 這些WISE的牌子 的舞台器材 絕對是行中最頂級能夠 能夠帶到的效果 這個工作是我做了 唱片舞台20年以上 CD的方式 或者數碼的方式 我做的最後一步 就是當一張唱片壓碟之後 我會抽樣在那張 無論它印100萬張 我會抽樣拿一些唱片出來 拿一張CD出來 然後就把它做一個找鬼的工作 將全部在CD裏面的資料 都傳送回到我那個器材的電腦裏面 我本身已經有過唱片的 原無帶檔案 我亦都有找鬼出來的檔案 我就可以把兩個檔案 作為一個配對 然後去看一下兩個檔案裏面 有沒有東西有損失到 在數碼這件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當中是不可能 會有任何0.001秒鐘的損失 如果有一秒的損失的話 其實壓碟公司就需要免費地 去重新再壓所有的唱片 這個也是一個 數碼世界才有的東西 如果以往的 例如做了一張片 你有一個片想去摘兩張照片 沒有可能兩張照片裡面 是會完全100%一樣的 但是數碼世界就不是了 數碼世界就是如果你印刷一些東西 是一個檔案的 你複製那個檔案 其實100次每一個檔案都是一樣的 那你對今次的壓碟滿意嗎 我極度滿意 我昨晚剛做完錄音 10時多回來才收到一些碟 剛剛昨天從日本到香港 所以我昨晚聽的時候 已經覺得每個部分 都是能夠達到我想要的一些效果 希望大家來參與這個音響展的同時 也都可以有同一樣的感覺